大陆海关检疫是一个正常程序 台湾对输出大陆的水果标准不严格 台湾一直以来没有采取防控措施 大陆采取这个措施是对消费者和农业环境负责任的表现 而暂停这个关键词 台湾当局的选择忽略 台湾方实际上是把这件事情做政治解读 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关于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 明确有规定 就是各个成员国有权采取措施 保护人类和动物植物的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 大陆采取的暂停措施无可厚非 它上诉到WTO 实际上等于是台湾当局选择了放弃沟通 而是去对抗 那么过去两岸在关于农产品出现的问题 其实都有有效的这种沟通渠道 但是目前这个渠道不畅通 台湾方面应该做反思 蔡英文在这些问题上 他始终都是叫生硬 所谓的生硬是什么呢 他就觉得我犯不上跟你谈这些事情 你凡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就用政治的思维去解读 然后他想把这个事情闹大 闹到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他去在台湾去赢得所谓的这种政治支持 或者是政治选票 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台湾对大陆产品一直不友好 禁止830多种大陆的农产品输台 其实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 但大陆并没有诉许到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大陆的一直以来的善意 台湾当局把波罗排除上诉WTO主张之外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明年不安排波罗对大陆出口 这个台湾当局要与大陆脱钩的味道很浓厚 就是他现在在为农民的农产品的出口 做政治安排 就是我不打算安排到中国了 农民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啊 是不是 他并不是说真正从台湾农民的利益去考虑 而是考虑他所谓的这个台湾当局 或者是说民进党的政治利益 我来自动该人的打不是 我来自动可来自动小址